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Lei-Man 跟大家研究一下賽事 研究一下4月19日的第五場賽事 這場 這場第五場賽事 是泥地的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不量下去是由自可 一量下去就很煩 真的畫得死的馬 小弟畫得死兩隻 比較有信心 他不會剷進來只有兩隻 其他那些是看形勢的 所以這場馬 第一要看看當日的泥地 什麼狀況,有沒有魚 但是 有一隻馬 小弟在大豬WinFay也說過 這隻真勇士 第一場就已經落飛 第二場就突然間 沒什麼馬搞的 不知道為什麼沒什麼馬搞的 一放到底就贏得掉了 這隻馬可能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但是上場真的突然間沒馬搞的 但是上一場我小弟買了 那隻叫做 船里多彩讀贏的 給那隻鑽倉的陽明滿滿 幾二十倍打到落五倍贏馬 這些是蓋手馬來的 然後再讀下去 今季才叫做 真是成熟的馬 有喜勁企 這場馬 有可能 真的不知道買哪類型馬 真勇士還沒追過 精英寶貝也是 全部都是要放頭的 怪獸都市 精勇士 精英寶貝 明月聲輝 這幾隻是要放頭的 究竟上場真勇士的時間 夠不夠說服力呢 我覺得是夠的 除了是前段沒有馬搞 給他輕鬆十二檔賣籃 是有少少疑問 為什麼沒有馬搞 第一 但是今天他又撿過二檔 不用別人遷就我 我自己也貼籃 只是一隻精英寶貝在前面 這樣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先看這隻喜勁企 這隻喜勁企 除了大家都記得 史卓鋒騎員 在那裡看著 看著 打鐵趁熱那場之後 根本都沒有掉 你說那場馬在騎什麼呢 想看回這隻真勇士 很厲害那場 一隻叫精算百方 也是阿塞的馬 後面的馬 夢幻戰士 拉程 這場是縮程下來的 後面那些馬 其實那時候可以不可以 可以去欺負一下 後面有些馬可以的 好像無心睡眠 天賜寶 但是古朗威風那些 又不放的 金泉德那些 一直放頭又不放的 究竟那場馬 為什麼這麼多馬不放的呢 可以去引證一下 但是他的時間有沒有說服力呢 有的 為什麼呢 他一貼籃就贏了過幾馬 第一段23秒5 跟這隻放頭那場 那隻精英寶貝是一樣的 第二段22秒5 他還快過這隻精英寶貝一線 但是泥地的狀況大家都有不同 就是弱律這樣算 這隻精英寶貝當日這場 好運贏馬 起勁忌 輸一點點 但是 他末段 他還是再快一點點 所以他其實呢 那天還要是十二檔 走蝕了一些腳程 雖然沒有馬搞 但是你都要在那個檔位那裡 減減過來 你都要浪費了一些路程 所以這裏是有個回旋的地方 但是這隻馬 就不會追馬 今天就遇到一隻 一隻 一向都是沒有不快 沒有命賠的精英寶貝 好像明月聲輝 那樣 再看看這隻起勁忌 簡膽的方面 又要怎樣去研究一下他 這隻起勁忌 大家都記得我 就罵了很久 這場 史卓鋒在看著莫雷拉 那隻打鐵趁熱 在搞什麼呢 放了出來 然後定定定定 定個第四回來 什麼都斷了 然後兩場都是輸 輸頸 這隻馬 其實今季全部都很準 除了第一場之外 這隻馬 就比較機動一些 排在前面 他就輸 守住下位 他就OK 上場 濕萬泥 跟那隻 上步先鋒 跑鏟進來 輸給一隻有班的 金地飛客 其實那隻金地飛客 那隻 又是文家良的馬 是的 又是文家良的馬 文家良 成精勇士 就串精算八方 金地飛客 就串起勁棋 是的 那接著呢 這一場 上步先鋒 金地飛客 怪獸都市 後面 天賜浦 贏馬 濕泥地 我就不想看 那天究竟有沒有魚 就要看天 那我又看回他 前一場 十一檔 就怎樣輸給好運 那真勇士十二檔 要剪過來 今天整理好檔 那起勁棋 那場馬 就十一檔 今天就七檔 差點 沒有人家靚得這麼靚 但是這隻起勁棋 今季才叫做成熟 計時間 他就沒有得跟那些跑 真勇士那隻按住 都可以這樣回來的 但是呢 他就贏回一隻 又是快馬的精英寶貝 金地飛客 再出都贏回他 天賜寶 爆了懶 今天會出的 有什麼美麗天使 好像不知是否出 不記得了 上步先鋒再出都可以 那想看回這一隻 他就輸給一隻 叫做有些 質而受傷的好運 怎麼跑呢 在這裏 其實他守住一下 是最好的 那天史卓鋒 對了出來 又不對 然後又看著裡面 又不搶藍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一配莫裡拉 那隻馬都不同了 其實他都蝕毀的 旁邊的福喜多多 都是一隻低班 是泥地王來的 那隻好運也是泥地怪傑來的 那隻金地飛客 你看看 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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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騎著騎著 騎著騎著騎著 下場就贏回了 外面好運 一股燭氣上來 就蓋過了 跑第二名 起敬騎 第三名 是賣臉 福喜多多 結果這場賽事 久有復出的好運 其實精英寶貝都跑得很好 休息這麼久 只是輸很少 所以今天這場馬 他跑完一場 可能精英寶貝又好很多 都不定 一個溫就差很遠 我都想看回那隻揚鳴滿滿 那天 就贏得那隻在三班都經常接近的旋裡 多彩 他又不斷整個23秒9 追上來 23秒9 慢一點 但他的勢真的很好 看看他 那天人家是很有信心 一注打下去 打得很厲害 那些飛 其實他已經被人彈走了 末那幾段 真的追得很厲害 拍鞭下去的反應 這裏就輝迫過去了 再後面抹了金剛石入面的一路順風 接近中間第一名 楊明滿滿 第二名 傳理多彩 這隻馬 究竟還有多少在手呢 真是很難說 上手也是那些馬防楊明系 究竟一場夠不夠後呢 跟大家講神操了 一號的真勇士 試出風試兩貨集 有一貨還要試得很好的 二號的精英寶貝 潘明輝 有碰過保持功夫 三號 行進補區 保持功夫 四號 楊明滿滿 何摘堯 有碰過保持功夫 五號 怪獸都市 保持功夫 六號 喜劍棋 保持功夫 七號的超然 保持功夫 八號的正時機 保持功夫 九號的東龍鎮 保持功夫 十號的上部先鋒 田泰安 又碰過保持功夫 十一號 威風進馬 保持功夫 十二號 明月聲輝 保持功夫 上次的古惑調動 史卓鋒原裝配搭 二號 三號 蘇迪虹轉黎海榮 四號 贏馬 五號 怪獸都市 王俊 變成蔡明紹 六號 原裝莫雷拉 七號 王浩南 八號 蘇迪虹 九號 田泰安 梁家俊 十號 楊明倫 武馬騎 田泰安 十一號 王浩南 十二號 蔡明紹 賀明蓮 自從換了配備 穩定表現的 有楊明滿滿 怪獸都市 東龍鎮 上步先鋒 威風進馬 明月聲輝 即是有六隻馬 換了配備 都有穩定表現 撇除了檔位因素 人馬合拍的馬 都有六隻這麼多 有一號的真勇士 二號的精英寶貝 四號的楊明滿滿 怪獸都市 喜敬企 超然 這些都是人馬合拍的 轉倉馬 有精英寶貝 楊明滿滿 正時機 明月聲輝 這些 至於五班 有明月聲輝 東龍鎮 喜敬企 這些 上一班跑過下的 有精英寶貝 行進寶貝 檔位呢 有好轉的 還有很多 上場 贏馬十幾檔 今天轉了二檔 真勇士 精英寶貝 又轉了一檔 行進寶貝 路程可能不對 轉了好檔位 這場馬 我預計 究竟會不會說 前面的馬 放得快 會不會燒呢 有真勇士 有精英寶貝 有明月聲輝 怪獸都市 這四隻 怪獸都市 有時不快 上場 出閘有問題 就頂了第四 今天收拾了十二檔 但是外疊 外疊 走去都行 這隻馬 預計有三四隻馬 會快 我這場馬的策略 我寧願選擇 一些懂得追的馬 就看看 究竟放不放得到 我又覺得這隻起勁棋 無論是步初 或是跟進的位置 除非你真的前面 對得很快 他可能會落後三四個馬 若然不是的話 他應該都是咬住 最多在中間的位置 我選擇 我覺得這隻馬 會激動一點 精英寶貝 真煙用士 怪獸都市 那些 追馬 未試過 怪獸都市 有時都可以 但是 這隻起勁棋 可能有得追 這隻馬 成熟 但是可能要對著幾隻 心不見底的馬 暫時未見到 曾勇士 楊明滿滿 這些可能是幾厲害的馬 我選擇膽 拼他一直的 我選起勁棋 六號做膽 第一隻拖的 我先拖一隻楊明滿滿 上次這樣 揮返回那隻 船里多彩 都不簡單 船里多彩 那天是大熱門 信心十足 但是被他拖了 今天這些楊明 都配合何宅堯 他亦都符合 選馬的原則 前面那些馬 在走的 他就守住在中間 然後回來擠 看看他又追幾多 還有這隻楊明滿滿 六拖四 第三隻 我要包一隻 就是上步先鋒 上步先鋒 季初時經常挑選他 一時可以 一時又不行 然後 再加上配備 跑兩場 前一場 用眼罩 縮短 不可以 第二場 縮短 用那個配備 就行了 今天換了配備 第三場 縮短 還有這隻上步先鋒 希望他 有些分頭 而搏這隻神經刀 他是屬於首好位的馬 至於再選擇一隻 都是選擇放頭 一隻是精英寶貝 一隻是真勇士 兩隻都這麼好 檔位 兩隻都差不多 磅位 為什麼會選擇真勇士 因為他還未見光 精英寶貝 反而見光 但是精英寶貝 剛才你也看到 回到最後才沒有 在選擇 寧願選擇一隻放頭馬的選擇 選擇一隻 未見光的真勇士 第一場 已經有人敢下飛 放頭馬就選擇這隻 其實這場馬有表現的馬很多 東龍陣換了配備之後 基本上都未斷過 威風進馬 又是長長都近 明月聲輝 明月聲輝 其實上季在河梁那裡 一場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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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追得到 上場跑場 草地 根本就是混吉 至於 你突然說 前面的馬一放 後面的馬不想追 全部都放回 都是有實力的 一、二、五、十二 這些都是可以的 明月聲輝 其實上季在河梁那裡 一場泥地 已經可以的 所以這場馬都很混亂 我個人選擇 選擇一隻 會追的喜劍旗 六號做膽 求他一席 希望他 就算不一席 他都四年還 希望做得到 拖這隻 轉圓倉 未見盡 落飛博殺 楊明滿滿 六拖四 然後拖多一隻 換回配備 第二場就可以了 今天第三場 看看他可不可以的 上部先鋒 另外 放頭馬 就選擇一隻 安心點 萬一真的放頭 OK 我就選一隻 未見盡的真用士 做第四選擇 這場 六拖 六拖四 十 以及一號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多贏 拜拜